Hello 大家好 现在是7月4日12点02分 市场跌了129点 去过21730 我们看看图 恒指的图 开始差一点 先看看 Stochastic 之前的牛背池跌穿了 RSI也向下 而保利加通道 虽然转好 但也有少少在中续位附近 集结 周线图整部收窄 我说要见周线图的中续位 是21,400 今日见过21,400 是不是补了位 然之上早 而極短线的EMA 就没有再往平 有机会再回一些 所以 如果你指数说 说来说,二万二很大压力 今天最低是21,888 成交是七百多亿 而最低是21,458 如果21,400 守不住,就21,000 21,000到21,200 到时看那个位置是什么情况 如果他再失守 就会回到之前说的两万点 如果不是的话 那些位置守得住 就会有机会 就继续扎幅上落 有红正的六八九三六 二万三千二百四十八收回 的六八九三六 的红正 你可以到时看到21,000 就决定了,会不会将部分 食糊 但现在来说就不用急着 市场就开始走弱一点 虽然不是跌得很多 而很明显 上个星期 回归的时间 港交所上升了很多 但今天跌了十四 跌了3.4% 港交所主要是 在衷景中 两地的融合 在ETF 两地的通行 但是呢 就没有什么新的 一些 送大礼在那里 即是七日回归 看不到送大礼的东西 反而是 整个架架 局面 相对来说 政治局势各方面都稳定 所以在这些事情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 就看不到 在经济上有什么送大礼的东西 港股来说 我相信这一段 还有一件事很特别的 就是7月6日 关税到期 今天已经7月4日 都还未宣布取消那些 相对的货品 如果是这样的 说法来说 就似乎 取消的规模 应该未必很大 都是 擠牙膏式 逐批逐批 去解除 如果这样来说 对港股 似乎很多利好消息 就之前的憧憬 就已经告一个段落 到真的再取消 这个懲罰性关税 是不是带来很大的 上升动力 似乎就很难了 还有 回归之后 在25周年 似乎没有什么新的 在经济上 有更大的 一些 互动 扶持的东西 在这样的情况下 港股仍然都会 横行上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港交所 其实都会有机会回顺 一些 而之前说的 汽车股 汽车股 明显 都不是太理想 比如比亚迪 今天 虽然是高开了 比上日 但是 都无以为计 今天 现在跌了少少 似乎比亚迪 仍然有机会 向下回回 一些 虽然汽车股 北水上个星期 都是流入得多些 而 理想也是 都是继续整固 小鹏 也是 唯独是 电动车 ETF 2845 就更好 但是整个汽车板块 我相信 仍然 比如 吉利 吉利 也是碰到压力 好像上个星期 去到那些位置 就有压力 19元 那里 现在有机会 进一步回顺 回顺去到哪里 16元 左右 不需要急 等它再回多一点 才去考虑 而比亚迪 最重要的位置 是299元 今天最低307 如果299元 站不住 就可能要再跌深一点 看看299元 站不住 如果站不住 你可以少量 再买点 电动车 暂时会有回吐压力 吉利 就不碰得住 要等一会 另外 阿里巴巴 今天比较强 升了1元 阿里巴巴 在通道位 里面 都是在 要升破120元 才行 現在通道位 是在113-117 到117 到117 就很大压力 如果要升破 才行 整体来说 暂时 市价格 都是在较低的位置集结 暂时炒股不炒市 有红正可以持续 其他股份 都是 餐饮股 520 1579 仍然可以继续 移海继续看好一点 应该看长线 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后市也是回吐为主 大家小心一点 有新的想法 再跟大家更新 今天就简短一点 讲到这里 大家有红正 不需要急着 多谢大家 拜拜